大家好 我们今天一样是要为大家进行剪刀不残胶的测试 那我们今天呢 准备了多准备了一把 就是 最近比较新的有什么3D然后钛金属毒层也是号称不粘胶的 剪刀不残胶的剪刀 那我们今天就来比较一下这几款剪刀他们 不残胶的能力在泡棉剪上面 那泡棉剪的一般一般你这样子 就是直接剪的话 现在是太没趣了 所以我们要挑战的是 把它直接剥开以后 然后直接 在没有外层的情况之下直接剪里面 这一层的这种不粘胶的能力 那我们直接开始 可以看到 一开始剪了之后 这个剪刀 就已经开始有残胶了 已经粘住了 但是粘住都是会粘住的 粘住每一把剪刀都会粘住 我们重点要比的是 不残胶的能力 好 接下来是这一把 是有 金属 钛金属 涂层的 那一样 剪个几下 让它上面 就是有一些 胶在上面 就是有一些胶在上面 接下来是这一把 最新的 最近 在市面上看到的 一把蛮新的剪刀 那也是一样 我们也是把它剪 剪一下 它上面有所谓的 这样子的 泡棉残胶在上面 接下来是格瑞拉的 好 一样都是剪了10下 格瑞拉上面有残胶在上面 都剪了10下之后呢 我们就拿 一张 卫生纸 上面没有任何的 粘剂 然后我们来进行除胶的动作 我们就使用 这个最 一般的这个 开始 我们先 第一个步骤 我们先把 第一个步骤 我们先把这个胶先拿下来 有胶一拿下来之后发现上面还是有 很多 拿不下来的 拿不下来的这些胶 就是我们试着用卫生纸去去除 但是上面因为没有任何的 粘剂 其实 是非常难 难以去除的 那接下来这一款呢 是 对 钛合金的 但是 可以看到 把它下来之后呢 还是 一样 越差 只是 会越残胶而已 然后最后 这边是一个 算是 比较新的这一款 对 也是 非常的 对 又粘非常多的 交上 Z-SET在上面 那一样用卫生纸去去除它 很用力的去去除 还是不是很好去除 最后则是我们 GORELLA的剪刀 我们来一样 它上面有 沾很多 诶 一样我们先去除 直接用拉的 可以看到上面有残胶 有残胶没有错 有残胶 可是 大家一样 看清楚 用卫生纸 就是用卫生纸 单纯的卫生纸 什么都没有加 轻轻的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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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所有的胶都没了 那如果像这种 其他的这种胶的话 其他的这种剪刀的话 他其实 很麻烦的地方是他一般的 这种一定 很难去除 几乎去除不了 你就要去做一些 买一些 像他们那个 网友说的喷嚏什么的 就进去去除 可是说实在的 还是没有这么容易去除 又很容易割伤手 所以 这就是 GORELLA 剪刀不残胶的能力 他最快削刀不残胸 他最快削刀不残胸 所以让他看不残胸 是贊猫的 这种表面是有了 我们试试